不知不覺 2023 也到了尾聲 照慣例是時候來回顧這一整年有什麼必玩的手機遊戲 不過今年換個方式 電玩瘋要來揭曉由玩家們親手投票 票選出 2023 心目中的必玩作品 在 11 月 25 號到 27 號 舉行的 GNN 大調查中 總共有 2848 位玩家參加投票 而票選的作品範圍是從今年 1 月 1 號到 11 月 24 號為止 首次在台灣推出的手機遊戲 作品名單根據遊玩類型分成 6 大類 每個類型會選出票數前三高的作品 趕快來看看你喜歡的遊戲有沒有上榜吧 由知名劇本作家麻治準擔當編劇的悲染天空 高水準的劇情受到玩家一致肯定 遊戲以輕鬆搞笑的校園日常為主軸 對登場角色都做了細膩的個性刻畫 不光只是用肖像的力會吸引玩家 而是透過劇情描寫 讓人自然而然喜歡上這些角色 主線劇情中有數個感人的難忘時刻 結合了精美的畫面跟曲風多樣的 BGM 高水準的遊戲表現 能夠上榜真的是名副其實 角色扮演類的手機遊戲 每款美術風格都很厲害有水準 一款比一款還要精美有特色 這款重返未來 1999 採用的是較為少見的英文風格 畫風獨特 人物精緻是投票玩家的共同評語 角色各是採用符合世界觀的英文配音 很容易和市面上的 RPG 做出區別 而且角色的養成素材獲取容易 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農關卡 定位明確就是讓我們可以輕鬆玩 還沒有玩過的朋友推薦你這款風格特別的 RPG 動畫第二季如火如荼播放中的作品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人氣高到連改編手遊 都成為今年必玩的角色扮演遊戲 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Master of Garden 和動畫同步更新主線劇情和推出新角色 還收錄由原作者全程兼修的原創劇情 七影列戰 能夠以不同視角深入了解 七影的日常生活和私下關係 和動畫起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遊戲也非常知道粉絲要的是什麼 會推出各種動畫沒有的香噴噴服裝 真不愧是暗影大人 在推出之前大家都很好奇 Pokemon Go 玩法的魔物獵人 會受到玩家們的喜愛嗎 看來答案是肯定的 作為下半年帶動社群的現象及作品 Monster Hunter Now 在對傳統魔獵人豐富遊戲要素做減法的同時 留住了不同武器帶來充滿動作性的狩獵體驗這個精華 將戰鬥操作大幅簡化 但依然保留了每種武器的特色 狩獵需要的時間大幅減少 要在短短時間內挑戰殺龍相當刺激 也吸引到了許多新玩家入坑 老獵人表示 收養了能夠快速打一場過過癮還是很不錯的 遊戲接下來也會持續更新推出亞種新魔物還有特別活動 相信可以讓更多玩家走出家門狩獵 在iOS 平台推出的惡靈古堡八村莊 並非透過雲端串流 而是實實在在運行在手機上的完整移植版 劇情畫面和玩法的豐富度 跟其他手機遊戲一比完全是不同次元的選手 現在有能在手機上和吸血鬼夫人玩躲貓貓的機會 相信大家都想試試看吧 雖然目前只有iPhone 15 Pro 以上的手機 和少數幾個機型的iPad 有足夠的性能可以遊玩 不過光是行動裝置可以唱玩3A遊戲這點 就算是一個里程碑啦 當年只有兩關的Flash 遊戲 《神影無蹤 廖天丁》 承載了許多玩家的回憶 作為重製版續作的廖天丁 攜帶兇賊的醉旗 一推出就備受關注 有著國產遊戲的光環加成 遊戲本身的表現也相當有水準 精緻的美術 忠實呈現出日誌時期的台灣 還有傳神的台語配音 可以感受到製作團隊的考究和用心 很像整軸的戰鬥操作流暢且動作豐富 不僅可以施展多樣化靈活的招式 還能夠把敵人的武器搶過來使用 如此一款以台灣為題材的優秀作品 難怪會有這麼多玩家投票支持 又是一款充滿情懷的經典IP 跑跑卡丁車 在換上精美的畫面後 推出了最新作品 《跑跑卡丁車漂移》 可以在競速模式享受高速漂移帶來的速度感 或是在道具模式體驗互相傷害的趣味性 保留了上手容易精通男的特性 競速之餘可以在高自由度的車輛圖裝系統 打造心目中的卡丁車展現自己的風格 我們玩的可不是賽車是童年回憶啊 畫面擰真的巔峰急速 肯定是愛車玩家今年首推的競速遊戲 獲得數十家車廠的授權 以實物掃描的方式打造車輛模組 無論是外觀造型還是內裝細節都鉅細迷遺 駕車手感在呈現原廠調教的同時 也給玩家豐富的改裝選項調整係數 賽道部分則以世界各地的知名地標為主題 比賽同時還可以看到美麗風景 真的是一大享受 來自美國職棒大聯盟官方授權的手機遊戲 MLB 9G職棒 淨履對決 收錄了30 支球隊陣容 讓喜歡棒球的你 在手機上體驗今年MLB的精彩賽程 透過遊戲引擎的AI技術 呈現出更加真實的畫面 偷手的球路 旋轉方向 打者的動作跟表情等細節都相當細緻 還有同步MLB 賽季日程的聯賽模式 與全球玩家爭奪高下的即時對決等豐富的遊戲模式 棒球迷遺是一定要玩的啦 英雄聯盟 聯盟戰棋 是將英雄聯盟的對戰模式之一 獨立出來在手機上推出的作品 雖然國外推出有一段時間了 不過台灣今年才終於正式上線 自走期的玩法考驗我們的隊伍構成和資源管理能力 每一局都有無限的可能性 需要不斷嘗試不同策略 找出最適合自己的勝利手段 既然都出在手機上了 現在隨時隨地想要坐著玩 還是躺著玩都沒問題啦 今年的話題SRPG 玲瀾之劍 為著和平的世界當然也在榜上囉 畫面以全新3D技術呈現的點陣圖風格 相當懷舊精美 遊戲的戰鬥非常強調戰略思考運用 要考慮屬性相克 地形運用跟影響 還有環境道具等要素 帶來高度策略的遊戲性 每一輪都能改變走向的劇情設計 也受到玩家們的好評 身為傭兵團長每次輪回 還能夠選擇和不同的隊友一起奮戰 類似單機遊戲的劇情體驗 相當推薦給喜歡本格派戰棋玩法的玩家喔 魔獸兵團是今年的暴雪江年華 BlizzCon 期間推出的 魔獸世界IP 衍生作品 雖然今年暴雪的名聲在玩家間不是太好 不過這次手機遊戲新作 魔獸兵團 許多玩家的評價都是意外的有料 關卡數量足夠而且設計的有創意 難度適中並真的需要動腦思考 怎麼樣搭配隊伍陣容 但又沒有難道需要逼著玩家客進的程度 沒有每日任務 想玩的時候再打開來玩就好 是可以再給暴雪一個機會啦 在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都拿下年度最佳遊戲 同時也是本次得票數最高的作品 就是 High Overse 出品的崩壞心窮鐵道 香香的角色設計和精美的遊戲畫面 吸引了不少玩家重新 讓大家持續玩下去的關鍵 就是護乾的輕度玩法 只要幾分鐘就可以完成的每日課題 攻略起來輕鬆休閒的主線劇情 還有燃到不行的演出 回合制戰鬥的角色動作和技能都非常華麗 沒空時只要開啟自動戰鬥就好 活動設計也是相當別出心裁 不光只是打關卡刷素材 而是會設計各種不同的小遊戲玩法 受到這麼多玩家的支持不是沒有原因的喔 又是一款人氣動畫的改編作品 在地下城尋求蟹後是否搞錯了什麼 《戰鬥畢戀史》 有著美麗的遊戲畫面 人物以 3D 模組呈現出類似動畫的質感 女神大人等角色都製作得相當好看 原作劇情模式中還收錄全新製作的 3D 過場動畫 用不同方式呈現原作的名場面 戰鬥以簡單的操作 就可以使出角色的各種招牌技能 還有刺激的《魔石爭奪戰大逃殺模式》可以參加 又是一款原作粉絲不能錯過的遊戲 中式懸疑劇情解謎遊戲 《指甲衣》系列的第四部作品 《指甲衣4 紅絲纏》 畫面和特效都比前幾代提升 詭異小鎮的懸疑感更上層樓 遊戲不是用 Jump Scare 而是以整體的場景氛圍來渲染驚悚的氣氛 加入了更多民俗和懸學要素 讓人想知道真相到底是什麼 系列特色的迷人劇情和人物塑造 也依然保持著高水準 解謎的難度更高 設計的也很巧妙 並且獲得 Google Play 年度最佳 獨立製作遊戲的輸容喔 睡覺就能玩的《Pokemon Sleep》 有多少玩家因為這款遊戲 開始記錄自己的睡眠狀況呢 晚上只要把手機放在旁邊好好睡覺 早上起來就可以看到有哪些寶可夢聚集過來 看著卡比獸幸福的吃下料理 越長越大的過程也很療癒 玩法輕鬆休閒 不干不克又能收集可愛的寶可夢 還能培養規律的睡眠作息 這麼有創意的玩法 你今晚有獲得一百分的睡眠了嗎 人氣動畫搖曳露營 優然的步調可愛的角色 讓人看了也想去露營 手機遊戲搖曳露營 相約搖曳露營 All-in-One 以動畫截圖結合生動的Q版角色演出 露營採用養成遊戲的玩法 會根據我們選擇的角色和道具 發展出不同的事件 看到遊戲才有的特別互動 隨著目標難度 露營的過程可以很輕鬆也可以很硬派 可愛的畫風之下有著硬派真實玩法 或許大家就是喜歡這一點呢 歷久不摔的姑姑系列休閒遊戲 今年也有新作品 姑姑栽培研究室 作火來同樂 我們一樣要培養凱德姑姑方吉 等他們長滿整根木頭後 再享受一次拔起的紓壓感 除了以往的獨享栽培之外 這次還增加可以最多一百人同時培養姑姑的同樂栽培 還能夠發送凱德姑姑貼圖表達心情 讓栽培姑姑的過程更加歡樂 以上就是GNN 大調查 2023 閉玩手機遊戲的結果啦 有些遊戲的票數其實相當接近 差一點點就可以上榜 像是角色扮演類的棕色塵埃2 和上榜的我想成為影之強者 Master of Garden 就只差了28 票 有沒有沒有上榜的遺住之憨 是你也推薦今年閉玩的手機遊戲呢 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喔 電玩瘋接下來還會推出2024 年期待的手機遊戲 新的一年有哪些優秀的手機遊戲等著我們呢 記得頻道訂閱起來開啟小鈴鐺 不要錯過啦